云林县北港高中有一位学生 从小跟着阿嬷过日子 祖孙俩是相依为命 不过两个人却住在两到三坪的公寮里面 最近就有善心人士发起了募捐建材 要帮这对祖孙改建一个温暖的新家 将近十多位的志工 大家手里拿着清洁工具 要帮高龄82岁的阿嬷整理家园 因为这间只有两三坪大又会漏水的公寮住屋 是他跟孙子相依为命的地方 今天才生上高一新生的潘高田 从小就是由阿嬷照顾长大 因为所住的地方只有两三坪大 下方得知后希望安排他住校 但是他却没答应 就是这份孝心感动了学校师长 又有三星人士发起了募捐建材 要义务班这对祖孙改建这只有两三坪大的公寮屋 目前才高中一年级的潘高田却相当董事 他说除了要感谢三星人士的帮忙 他也会认真读书来报答阿嬷 因为有阿嬷的地方才是最幸福的家 记者网维雄云林报导